披荆斩棘的哥哥第三季终于开播了 比起前两季扎队的大湾区的哥哥 本季的港星要少很多 可能是请空了 也可能是请不动 相对的 台湾男星的存在感就强很多 本季的哥哥们年龄普遍偏大 最大的蔡国庆55岁 最小的马博迁27岁 基本是爸爸背对阵儿子背 虽然年过半百 但这些哥哥饱到未老 不论是身材还是精力 都完全不输后辈啊 55岁的蔡国庆还是那么充满活力 逢人就介绍自己叫庆哥哥 其实都可以当庆伯伯 虽然蔡国庆年纪大 但他确实没啥新鲜感 上的节目太多 观众对他太熟悉了 相对来说 52岁的胡冰稍微好一点 至少俊朗 高大的外形就为胡冰加分不少 几十年如一日的自律 让胡冰成为31位 哥哥里的身材最佳 拜托各位后辈学着点 郑家影只比胡冰大一岁 但是脸部状态比胡冰要老一些 但是郑家影的身材也保持的比较好 没有发福 不过跟前两季的大湾区哥哥 陈小春 张志玲 林峰 吴卓熙等人相比 郑家影在内地观众心中的国民度和认可度要差一些 因为郑家影出演的港剧不够出圈 最经典的角色是步步惊心里的八爷 但也不是男一号 郑家影看上去似乎有些社恐 一个人待着 还是王耀庆招呼他 让他跟大家站在一起 台湾娱乐圈这次来了不少人 比如唐宇哲、蓝正龙、许绍阳以及林志颖、品贯 唐宇哲是花样美男 但是对他认知度比较高的 只有90年代出生的观众 其余年龄段的观众 可能压根都不认识他 他的镜头也很少 蓝正龙为人低调 他身上最大的话题就是 大S前男友 但很显然 他不会以此进行炒作 蓝正龙也在二宫时被淘汰了 47岁许绍阳 在内地最初圈的作品是 寻衣草恋人 但这也远远不够 跟明道相比有很大差距 甚至比不上丽威廉在内地的知名度 台湾男星认知度最高的 当属林志颖 林志颖也马上50岁了 在经历去年那场惨烈的车祸后 林志颖依旧有勇气站上披荆斩棘的舞台 着实令人意外 就连胡斌也忍不住说 节目强度不低 林志颖能来 我从心里表示尊敬 大家以为 经历车祸的林志颖 可能会眼斜鼻子歪 实际上 他除了脸部有轻微的不对称以外 颜值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还是那么帅 那么动灵 林志颖有多动灵呢 他跟只比他大一岁多的品官同框 看上去像两代人 作为歌手的品官 虽然也有几首出圈的作品 比如去年翻红的门没锁 但品官的影响力始终有限 远不如同时期的周传雄 如果能把周传雄请上批哥 说不定节目更有看透 批哥3的嘉宾阵容 总体相较前两季更弱 但也有一个优点是 哥哥们彼此更开放 不会形成一些小团体 哪怕是像0713这样的快难 也会主动积极地跟其与哥哥交流 融合 从仙岛片里看 大家相处起来轻松自然 但也非常平淡 而一个综艺最忌讳的就是平淡 平淡意味着没话题 没话题就没有吸引观众 继续看下去的驱动力 希望后期能够有吸引人的内容出现 节目可不要越做越疲软啊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词 词 曲